近年来受到了成本技术和供需的影响 许多的回收业者不愿意再回收玻璃瓶 而接获乡亲诚情反应的先议员魏佳贤 在花莲市长魏佳燕的陪同下 前往市立垃圾沿埋场来实地回刊 慎重呼吁环保署以及花莲县环保局 重视地方困境寻求解决之道 在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陪同之下 先议员魏佳贤和市长魏佳燕 特别前往了解目前玻璃瓶回收情形 还有花莲市清洁队在处理大量玻璃瓶所面临的困难 魏佳贤表示环保署和花莲县环保局 应该尽数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 从回收处理到再运用 要真正来解决废玻璃的问题 玻璃瓶去化的问题 确实是整个台湾非常严重的一个议题 那过去玻璃瓶是送到对岸去做相关的贩售 那现在台湾能够处理的厂商越来越少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在废玻璃瓶 在处理去化的部分 在政府的工作工程能够提高相关的使用率 能够让废玻璃瓶所粉碎之后的一个粉末 可以加在营建工程或是道路工程上面 可以减少这些废弃物的一些堆滞 也可以增加它的使用力 让这些废弃物可以得到妥善的运用 那进而可以达到减碳相关的一个方向跟目的 市长魏嘉燕也表示花莲市目前的垃圾掩埋厂 资源回收区废玻璃瓶的数量高达了240公噸 除了会请德标厂商赶快清运 也呼吁民众再丢弃玻璃瓶要做好安全防护 以免伤及清洁队员 目前其实堆滞在我们垃圾厂这边 大约有240吨的一个废玻璃瓶 那其实这是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去化的问题 那我们这边也有跟我们的得标厂商在反应 请他们赶紧来载 那也希望说目前就是 除了我们家户要分类好 也希望说尽量我们保持一个量不要太多 因为毕竟我们垃圾厂的这个部分 可能也还是要等 因为从去年开始 可能去化的问题就产生一直存在 那我们也跟上级机关也有反应 那也希望说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花莲市民都能够再拜托再遵守一下 县源魏嘉贤再次呼吁 花莲市观光大县请环保署和花莲县环保局 要正式这个议题协助解决玻璃瓶回收危机 避免衍生对生态环境的二次污染 居留会幻市报道